在火星的仙杜尼亚区 探测车在这里发现了水分子 人们开着火星车前去查看 这时似乎听见了有规律的波动声 发射雷达信号扫描山丘 在山体中心发现不明的金属 结果雷达瞬间报废 众人还没等明白怎么回事 眼前的高山尘土飞扬 转眼间漫天的飞石充满整座山丘 众人吓得瞬间懵逼 下一秒漫天的尘土幻化成漩涡 仿佛有生命一般的寻找的 转眼间形成蚯蚓般的怪兽 朝着人类爬了过来 很快一名队友就被飞石击中 巨大的吸力使众人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伴随着碎石就被漩涡吸了进去 随着风暴散去 原本的山丘居然出现了一张人脸 空间站的人们很快发现了异常 这是唯一的幸存者小飞汇报刚才的情况 可是由于信号不稳 没说几句话就失去联系 救援任务比较复杂 经过一系列的探讨 终于第173天 救援号飞船飞向了火星 扫描了一号基地 看似一切正常 四人准备进行了一次模拟登陆 突然一颗微流星体击穿了他的手掌 血液瞬间漂浮在半空 这时提示舱内施压氧气含量还剩80% 看着血液流动的方向 武迪拿起堵漏器很快找到了位置 结果修补好漏洞却仍没有解决问题 一定还有更大的裂缝 穿戴好设备的武迪爬出空间站检塔 让队友关掉了重力旋转 这样可以更好地寻找 随着氧气含量越来越低 吉姆想到更好的办法 让小美挤出剩余的汽水 悬浮中的汽水很快飘向了裂缝方向 就在五区与六区之间 舱外的武迪赶紧找到那个位置 此时的汽水早已冻成冰棍 打上堵漏液成功地堵住了裂缝 舱内再次恢复正常 这时武迪发现多处的擦痕想继续检查 但这时提示飞船即将进入火星轨道 降落的机会只有一次 武迪期待地看了一眼火星 只好放弃查看控制着身体回到舱内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时飞船末端的燃料输送管道 还有一处非常明显的塌痕 航天员驾驶着飞船准备降落火星 进入轨道前向引擎输入燃料 然而由于微流星擦过导致管道破锁 一出的燃料瞬间冰冻 飘向了太空 舱内的人员毫不知情 启动的瞬间发动机引爆冰冻的燃料 飞船直接断裂解体 失去动力的飞船摇晃着终将会砸向火星 眼看生存机会渺茫 冷静的吉姆想到火星上方还有一艘步骑船 计算出路线果断让大家弃船 四人穿着航天服彼此绑着绳索 便飘向了宇宙 很快在下方发现了步骑船 吴迪把缆绳交给了吉姆 自己拿着另一头便冲向了步骑船 随着缆线越放越长 吴迪离飞船也越来越近 可是由于速度过快赶紧让自己减速 结果用光了燃料 速度还是没有控制下来 只好抛掉了推动器改用太空一的引擎 可距离比想象中的要远 太空一也失去了动力 以32公里的时速撞上了弹体 下一秒刚好勾到了步骑船 由于惯性武迪没有抓住船身 就这样飘向了太空 此时的他们根本无法去拯救 只好先回到步骑船上 准备开着飞船营救 可是要启动他需要半个小时 那时武迪早已落入火星大器材 这时他的妻子泰莉不顾劝 手拿缆绳就飞向了武迪 结果飞到了一半就到了燃料零件 只好看准方向射出缆绳 离武迪还有两米的距离 却因绳子长度不够 没有抓到缆绳 这样也就没有了希望 为了不让妻子为自己在冒险 武迪选择摘下了面杖 宇宙中恶劣的环境让他瞬间变成干尸 痛苦地看着越飘越远的武迪 魁力只好默默转身回到了步骑船 三人成功地降落到了火星 拖着修理箱前往一号火星基地 顺利地爬进了荒废一年的逃生舱 发现这里依然还有氧气 来到生活舱发现这里居然还有很多绿色植物 温氏还在继续工作 摘下面罩的瞬间身后居然站着一个人 回头看去 这人正是一年前发出求救信号的小黑 遥远的火星上一阵风暴过后 突然出现了一张人脸 为了弄清怎么回事 小黑独自在火星上生活了一年 面对前来救援的队友 小黑居然发疯般与对方扭打起来 随着记忆慢慢恢复 想起了眼前的男人正是吉姆 小黑给他们看了自己拍摄的照片 这让众人感到吃惊 这雕塑明显不是人为的 经过小黑长时间的分析 发现音频也是有规律的 每组声调会组成一个不同的图表 最终结合承接近人类的染色 对比人类的却又缺失一组重要的 众人无法猜出这究竟代表着什么 直到吉姆不经意地打乱糖果这一刻 想到当初在空间站用糖果组建过人类的DNA 想到那个声波其实就是外星人的一个测试 当初小黑受到攻击一定是因为声波发送错误到 如今只要把最后一组排列方式转换成声波发送你了 或许才能知道正确答案 为了保险起见 控制着火星车来发送信号 结果人脸居然打开了一道裂缝 留下另一名过友 三人勇敢地走了进去 来到一个纯白色的空间 后面的大门不声不响地关闭 此时他们已经无法再出去了 与外界的通信也瞬间失去作用 吉姆检测到这里环境与地球一样 三人摘下了面罩 回头看到相反方向再次打开的大门 便走了进去 在这里看到太阳系的群星影像 看到了当初绿意盎然的火星被一颗影石撞击 很快冲击波蔓延了整个星球 这时走出一个外星人 告诉他们 在那之后所有人驾驶太空飞船离开了火星 只有他自己留下 将自己的DNA放入飞船 把他们带向了地球 渐渐地球开始孕育生命 生物间一步一步的进化 每个时代的更迭 就会有新的生物出现 最终形成现在的繁荣景象 面对外星人的邀请 吉姆决定留下来跟着他去寻找祖先的家园 此时建筑外部狂风大作 离开的二人无法辨别方向 好在队友还在原地等待 直到他俩爬上了返回舱 这时的吉姆迈进了光环中 随着明亮的光柱照射 身体缓缓上升直到飞船内部 此时的人脸叼向额头开始塌陷 金黄色的漩涡中出现一只太空飞船 随着高速的旋转以光速飞离了火星 很快便超过了泰力的返回舱 奔向了其他星期